洛杉磯居民蘇珊表示 她的父親廟正元共有四名子女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她的父親被說成是叛徒 其中有四名子女被強行送到精神病院迫害 我回農場當知青 然後這個農場呢 就把我強行擰送到精神病院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說我姐姐是精神病 我也就跟著說我是精神病 除了她被多次送到精神病院迫害 親弟弟也因此被說成是精神病 媽媽呢又把我弟弟呢 送到武器幹校上學 然後武器幹校呢 不讓他上學 就說我父親有問題就不讓他上學嘛 然後就把他撵出來了 然後說他也沒有權利上學 然後說他也是精神病 後來父親被平反後 他們舉家回北京居住 但弟弟因為被說是精神病而選擇自殺 蘇珊還提到一次在南方做生意期間 因為想出國但不知道需要護照 他就直接通過海關去香港 便被拦截下來 並被總參三部的人抓捕 最後一次送入精神病院迫害 回去了以後呢就說我是精神病呗 就給我送到精神病院裡去了 一到那個精神病院呢 我就跟那個醫生說了一下午 就說我的情況 我說我不是精神病 第二天他告訴我 他說呢 他說那個我們也不認為你是精神病 但是呢我們院長認為你是精神病 那我作為醫生呢我沒給你吃藥 但是我們這不是旅館 你頂多你住一個星期 就要出去 他表示他很高興讓他回去 沒想到兩天後醫生找到他說 總參三部讓他的妹妹來替換他住院 他出院不久 他的妹妹就自殺了 那年是89年 他的妹妹當時只有34歲 他指出他痛恨共產黨 把他們迫害的家破人亡 因此他呼籲中國人趕快覺醒 遠離中共 新唐人記者楊揚 徐秀慧 洛杉磯采訪報導 很嘢 對不起 我望你 好 我好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